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OK 我可能年紀跟你們差還蠻多 現在才大三 對 所以可能會有差一個年紀 我認識這個焦點 其實在台大7月4號 5號的時候 一個叫青年影響力論壇 全國的青年有一個活動聚集 然後可能對台灣的一些意見 或一些議題做一個改變 那我藉由 OK 那我藉由那個青年影響力論壇 才知道這個焦點的活動 那我同學就跟我說 這邊是一個分享的平台 那我今天想要講的是說 OK Sorry 那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來參加焦點 那就一次就講十分鐘 其實有點害怕 然後 我在澎湖讀書 我是澎湖科技大學的參與系學生 那我在 我在澎湖也有結束偏向教育 我在那邊其實在國中 有教他們什麼是技職 什麼是餐飲 還有什麼是以後的工作的出入 那當然偏鄉教育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工作 你可以看到一樣是教國二生 台灣的國二生跟澎湖的國二生差別很多 他們可能連吃過披薩 什麼是披薩不知道 什麼是iPad都不知道 他們是沒有被受到污染的 可是台灣的學生是 已經是受到污染什麼是純針都都已經沒有了 那我其實在高中的時候還蠻不錯的 我在高中三年得了25張獎狀 那我現在大三 現在累積的證照數是22張 那我國際國內的證照都取得 那以前高中在高三的時候有去過海外遊學 我去了日本去學語言 IUVO都不會 就去學IUVO 然後那時候其實英文不好 日語又不好 又去學語言 其實壓力還蠻大的 可是在那個時候為了要去日本遊學 我放棄了台灣的第一志願 因為我是餐飲類群 所以第一志願的殿堂式高餐 但是那時候沒有填的 那時候填字願沒有填的那麼好 而跑到澎湖去 那那時候你就會很落敗 因為你就覺得說一樣的分數 大家都進到很好的地方去 可是為什麼我是落到澎湖去 那時候的挫敗很嚴重 就是想說我想轉回來台灣讀書 那時候那時候有 就是已經是非常的失控了 那喚醒一年內修取兩年學分 其實我原本 我原本的科系 我在大一的科系是叫做 運動休閒游氣系 是在玩風浪板 遊艇 潛水 跟一些國外的一些 還蠻有趣的一些活動 但在台灣都還沒有那麼盛行 那些活動也都是有錢人在玩的 台灣還沒有那個經濟能力 其實有 還有那種 什麼 買遊艇的啊 還是什麼那些活動 台灣真的還沒有那麼的發達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 我自己的餐飲類群 所以我在去年我就轉系很努力的就是一拼 人家都在玩 然後可是你只能為了你的興趣 跟你未來的目標跟夢想 然後做一個轉折 所以我在大的時候就轉到我原本的科系去 那現在論壇講座演習考照 我在今年像這兩個月份 論壇跟演習參加的場次有30場 那不管是 其實我是台中人 那不管是台北高雄屏東花蓮 我都到處跑 就為了覺得說其實是這些都是你自己人生中的經驗 經驗就是學習 我覺得這些都是還蠻不錯的東西 那這些都是我以前高中累積出來的東西 那有人都會說 我以前在高中啦 走在那個走廊上 大道路都認識我 因為他們都覺得說我搶了別人的獎狀 可是現在的話 我覺得說這些都是紙張沒什麼用 可是都是你以前走過的東西 那這是我在高中畢業的時候去日本有學 真的是RUO 都在那邊就學RUO 那兩個月只有學RUO回來 什麼都沒有 然後這是他們 我之前有在代表台灣的 台灣之前有交流活動 每個學校可能派五個學生 去到美國、日本或其他學校做個交流 這是之前代表台灣中部地區 去到日本做交流 那這也是好久以前了 然後迷失了初衷與樂器 那時候我是說我 其實我原本是運動休閒器 每天都在運動 每天要曬黑澎湖的太陽是非常非常多 可是我覺得曬黑很噁心 就是很像LUCEN 就是沒有洗乾淨這樣 我不喜歡 然後那時候 就是人家都在什麼夜衝夜唱啊 雖然我有玩過 可是人家玩的次數是五遍 我可能只能玩一遍 因為我為了我的夢想 我覺得那不是我要的 你必須要走你一樣的路 那這是我 喔 我有考 這時候 我現在其實還蠻喜歡玩刺激的活動 像是潛水 飛行傘跟101 登高賽 然後騎腳踏車環島 然後九月份我要去參加那個日月潭 那叫什麼 對 萬人永度日月潭 然後我之前在澎湖也有參加過跨島活動 從澎湖本島滑到西雨 要滑兩個多小時在海上 所以其實是還蠻多還蠻不錯的經驗 那我也有考到國際的潛水證 之前有去到沖縄潛水 就是四處去潛水 那這是我今年去參加101登高賽 其實這個還蠻傷角力 我現在膝蓋就有點受傷 那時候是朋友的邀請 然後一起去參加 其實為什麼會參加這些活動 我覺得第一個認識朋友 那個朋友是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例如說那是你突破你自己 你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那個流汗啊 你會很難過 你會覺得爬到50幾樓的時候 你會想放棄 可是你會想說我今天未來要成功 你必須給他走下去 要不然你永遠都停留在那邊 你沒辦法突破你自己的一個涉嫌 那上面是 那時候已經爬到登高 才有這個毛巾 那這是號碼牌 那我也有 在之前也有玩飛行傘 我就覺得這個飛行傘 其實是對我人生中還蠻重要的領悟 我就覺得說 你飛到天空去 那是一個夢想 你會覺得天空無奇的 天空是多大的 可是你在那個恆大裡面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初衷 然後往你自己初衷 跟往你自己目標 去做一個指導的方向 你要往你那個方向去飛行 那當然 你的夢想 你的初衷上 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失敗 可是那些東西 我就是這樣走過來 我覺得那些東西 都是你未來的養分 你沒有這些東西 就沒有之後的成功 那這是飛行傘的一些相關照片 我之後會有影片 那這是在今年的青年影響力論壇 台大舉辦的 然後就在那邊認識那個阿楓 對 然後現在都是我會到處去分享活動 就是演講啊演習啊講座 然後我會覺得夢想不是想像而是力量 真的啦 你想歸想 可是你沒有做 沒辦法達成 而且做 做不是嘴巴說 你只要想到就馬上做 因為你如果沒有馬上做 你下一秒你就不敢做了 那不管你做失敗還是成功 至少你有跨出第一步 然後可能是我現在還年輕 還有熱情 可是其實我現在害怕的是什麼 我現在害怕的是 那個熱情如果沒了怎麼辦 你要找出第二個東西出來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熱情 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那影片在那個 喔對 那這些影片啊 我之前這是潛水的影片 我在台灣潛到最 我第一次潛 潛到最深的時候 是深度二十二米 差不多七層樓高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這是潛水相關的 那 其實海底啊 我也覺得 為什麼 陸地 天空海洋 我都走過了 這隻海 我覺得海有多深 你真的不知道 你要下去你才知道 那 你沒有去嘗試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接觸 你沒有touch到 所以 我去嘗試 熱情跟這些所有的一切 都在人生中非常的重要 那 現在你不管年紀幾歲 其實 任何事情 都是 你的累積啦 都是經驗 OK 那個 可能要快轉一下 要到另外 別隻影片 那 我當然 入海空 我都接觸到 我之後 會想去澳洲 打工遊學 去玩skydiving 就是做飛機 到天上跳下來 那 我覺得那是一種突破 你自己人生的 一個不設限 但是今年到101登高賽 其實我還蠻 還蠻傷心的 是說我進來輸給那個 台北市長 叫誰 你 我輸給他 因為那時候爬到50級了 我想說 那個是沒有任何人可以上去 做一年的活動 才有辦法上去 我想說 既然來到這裡 就好好的玩一下 結果後來就輸給他了 跟他插了三分鐘 然後就還蠻生氣的 然後 這就是他 然後那時候在爬的時候 其實你會笑別人 你會覺得他好像沒什麼力氣 可是你 就是歸兔賽寶的意思一樣 其實 人 就一步一步慢上爬 一步一步慢的爬 你就是會爬到那一天的時候 那可能要跳到下一支影片去 時間的關係 就真的還蠻不錯 如果現在還有體力的話 什麼都可以接觸是更好的 那就是飛行傘 我這飛行傘 其實有點讓我意外 會有飛行傘 就是上面真的是很輕鬆的可以 遨游啦 可是其實並沒有 為什麼 因為飛行傘 它會跟那個環流影響很大 其實天氣再好 也不一定能飛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有生命危險性 可是其實我最喜歡玩生命危險性的東西 因為你可能當下一秒你活得死了 你不知道 可是你至少你有去嘗試 所以人家都跟我說 你為什麼 就像我要坐 我常常都要坐飛機 澎湖台灣這樣跑 而且我都是坐晚上的 人家都跟我說 這非常非常的危險 可是我覺得危險就是 人家說玫瑰有刺 為什麼有刺 就是它另外一面的美麗啦 就是今天大概講的就是我 從現在到 從過去到現在 累積出來的過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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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